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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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大家好 高兴在这里又再见到大家 阿罗 十二月了 圣诞节了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字日之日 我们看看在班户的Paul 阿Paul 你们那边怎么讲圣诞? Merry Christmas 其实曼谷的圣诞气氛都很好 但坦白说我是犹太人 我都不过圣诞节 但是如果你有圣诞礼物送给我 我也会接受 立刻送一份给你 这次看的电影里面 有些圣诞元素在里面 是60年代的圣诞元素在里面 是哪一套电影压落 这次我们送给你的是 狼如春日风 这部电影很厉害 有两个很厉害的主角 一个是吕琪 一个是陈寶珠 寶珠姐 这两个都是当年非常红的小生路 即是花旦 你对寶珠姐有多认识呢? 你这么年轻 你真的认识吗? 事前未看这部电影 我真的不认识 但看完电影后 我再看一些资料 原来寶珠姐真的挺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不是很厉害的 因为她的父母是陈飞龙 还有龚粉红 没错 那之后 因为她的演艺界也有些经验 接着她的师傅 是任劍辉 是她唯一的入室弟子 她在电影和粤剧界 都很受欢迎 当然她由粤剧 很多训练都会有些动作 今次这部 完全是挥洒 跳舞 完全是很精彩 跳得很漂亮 因为基本功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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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 也很受大家欢迎 還有一位主角就是呂琪先生 呂琪其實 我們之前第一集有講過中聯影業公司 就是由一些前輩 包括吳楚凡、張英、張茉柚等等知名藝人 和幕後工作者去開一間公司 楚凡叔、張英叔和張茉柚先生 他們都很遠見 他們都知道自己說 我們年紀漸長了 就不可以說一輩子都是飾演一些小新角色 要培養一批新人出來去接我們的棒 所以當時中聯就搞了演員訓練班 而呂琪就1958年就入了中聯演藝訓練班 然後他就過檔去邵氏 拍了幾年戲之後他自己出來開公司 就憑著是公子多程這套電影而成名 去到70年代初的時候 呂琪就開始漸漸退居幕後 就減少了幕前演出 雖如此 其實我想你都認識呂琪 80年代、90年代的年輕人都認識他 為什麼呢? 就是拜話因為有很多之後的藝人 都模仿呂琪先生 包括羅浩佳、羅家良和梁家輝 也有在電影或電視裡模仿過他 為什麼這麼好模仿呢? 你會發覺當然他當然是帥哥 身形也好 同時其實他說話的方法 或者用字是很特別的 有他自己獨特一套的刊吊 以及語氣 要模仿起來其實都挺好模仿的 好像我幾個星期前在電視裡 才看到有一套是 《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 梁家輝就是在扮演呂琪的角色 或者他的動作等等 所以這就是做藝人的重點 就是你一定有些很獨特的東西 才會令人記得你 不只是這一刻記得你 而是以後都可以記得你 呂琪先生這套很成功 我們說他做得是 關於李奇和陳寶珠 大概是六十年代最出名的一對 怎麼說情人 他們一起拍了二十五套電影 而今天我們介紹的 《兩月春日風》是他們最後一套一起拍的電影 所以都有歷史性的很重要的我覺得 都是代表《粵語唱片》的末日 怎麼說呢 六十年代《粵語唱片》其實是香港最重要的電影 因為那個年代有國語片 有柱州有電影 有廈門有電影 但是最重要是越來越長片 但是到了六百、六九、七零年 電影的產量越來越少 譬如陳寶珠來說 他六五年、六六年、六七年 每年都拍了三十幾套戲 每年 所以那三年他拍了一百幾套戲 但是到了六百年 得十八套戲 其實我們覺得 一年拍十八套戲已經是很多 但是都不可以跟他六六年比較 到了六九年得十一套戲 所以這套是他六九年最後一套戲 七零年得十七套戲 接著他沒有再拍魚片 他七二年 他也是拍了一套國語片 所以今天我們介紹的電影 其實可以說是他最後一套大製作的電影 所以很重要 提到大製作呢 其實這套電影的製作公司 是很特別的 是哪一間電影公司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剛才我也說到他的養母 龚粉紅 這個就是跟他媽媽一起去做的 就是一個紅寶影業 紅就是龚粉紅的紅 寶就是陳寶珠的寶 他把他們兩個名字合起來 就成為這間電影公司 這間電影公司 據資料顯示 總共拍了三套戲 都是寶珠姐做主角 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套電影公司拍的劇 其實陳組已經跟江藝公司簽約了 星馬所有的發行權 只要是寶珠姐拍的電影 都是要歸給江藝公司 在星馬發行的 這個其實對幾方面來說都好 寶珠姐拍的電影 就肯定在星馬市場有收入 所以他可以投入多些 在製作費上 正如這一套電影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真的好像Paul說 是大製作 因為如果你一看片頭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他是名借新加坡政府 那為什麼要名借新加坡政府呢 因為這套電影很大部分 前面那一段 都是在新加坡那裡 是拿實景去拍攝的 即是出浮去拍的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是不是Paul 尤其是第一場戲是陳寶珠唱歌 但是其實是馬來式的歌 馬來式的舞 套戲裡面有很多 那些新加坡的拍外景 其中一個 我猜如果有新加坡的觀眾 看我們的節目 他們都可以告訴我們 到底是什麼地方 但是其中一個地方 我覺得可能是以前的南洋大學 因為我70年代都在那裡讀書 雖然已經很多年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好像有一場面 是南洋大學 所以如果有觀眾可以 告訴我 是不是 我會很開心 住在新加坡的觀眾 可以告訴我們 那些實景 究竟 那個地點是哪一道 因為 我不是新加坡人 但是我也經常去新加坡 我只認得那條橋大概的位置 其他地方 包括南洋大學 我真的認不到 所以觀眾可以提供資料 反而在香港拍外景 有些我都認得到 很多場景都是在中文大學取景 那時候的中文大學 都剛剛成立不久 所以跟現在都沒有得比 那時候是荒蕪很多 但是從火車站的名字 或者排便的名字 都肯定是中文大學 除了它拿實景 包括在新加坡和香港拿實景 這個大製作之外 另一個顯示它是大製作 很有趣 如果你看片頭 它會看到它有三位舞術指導 真的寫著是舞術指導 哪個舞 是跳舞的舞 不是打功夫的舞 顯示這套劇 其實裏面有很多 跳舞的元素 所以要三位排舞師 當時可能不流行排舞師 就叫了舞術指導 另一個特別地方 關於這套劇 我覺得就是寶珠姐 比較罕有地跟她媽媽 龚粉紅女士同場演出 龚粉紅女士就飾演她們的奶媽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一點的就是 有一場戲就是龚粉紅 跟陳寶珠飾演她弟弟的羅基石先生 就有個衝突 即是奶媽和弟弟有個衝突 其實是互刮的 先就是弟弟刮了奶媽一巴 然後奶媽回回六巴 這個令我聯想到前幾年 其實也很多年前 王浩信在TVB的《明媛望族》 就被劉場人刮了十幾巴 自此起了一個《堡》 就叫做《兜巴信》 接著就紅了 所以如果是可以被人刮的話 在戲裏面也有機會爆紅 你剛才提出的羅基石 她也是這部電影的輔導演 加上奉京文 她們都是造姦的 奉京文 如果你覺得她的臉很熟 沒錯 她拍了五百多部電影 這麼厲害 有三十年代 其實她三四十年代拍了一點 但主要是五六七八十年代 她最後一部電影就是表著你好東西 所以她到九零年都拍電影 所以她是一個人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但她的臉肯定是很… 人家都很熟 所以這部電影她也是造姦的 是…是… 即是定了一型 那時候的角色 你是造姦的 都很難重新做這個正派 因為她這部電影也是輔導演 其實很多戲是她做幕後 所以很容易有請她做戲 因為她在演場 所以… 因為她在六十年代 都拍了兩百多部電影 只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又是 五十年代又是 所以她總共拍了五百多部電影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即是說你提到羅奇 羅奇其實等於羅基石 羅基石就… 我們翻查資料 去到很多的藝名 其實… 是… 包括羅奇 還有基石 我記得的 沒錯 還有很多的 還有今次也要提一提 除了她們之外 呂琦 她是男主角之外 這套是她自編自導自演的 是這套劇的編導 是的 也是她的作品 那… 龚粉紅其實也是監製的 明白的 因為她出錢拍了這套劇 是的 所以她們身兼幾個角色 去完成這一套大製作 說回龚粉紅 雖然她們都在演戲 但是我… 我… 我… 你都可以感覺到 龚粉紅和陳寶珠的感情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她們一起演戲 有一個真的感情在那裡 那麼… 陳寶珠她原本是姓賀 是因為陳… 是她們父母 同 mant councils 所以我覺得她們和龚粉紅的關係 功淦真的很好 喔… 這個肯定 因為寶珠她出了名很孝順 她對龚粉紅是照顧得很好 這個在圈內圈外表現都是在公認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所以是很孝順的 寶珠姐 所以我覺得《公粉紅》是存在裡面 它是由新加坡搬回香港 因為它也賣了屋 一個工人可以賣這麼寬 這麼大的屋子 我覺得真的 只在電影裡面才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60年代 跟現在香港的房屋問題不同 但是這60年代 都沒有這麼大的屋子 一個工人可以賣得到 算了吧 Paul 一定是給觀眾一個幻想 所以我小時候看到 每個人的屋子這麼大 看雨場的時候 主角住在屋子這麼大 我以為我自己長大了 都會住這麼大的屋子 我發現原來沒有信 來吧 再餵吧 吃光了 吃光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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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覺得挺有趣 你要看看50年前的技術是怎樣 就是呂琦在部門工作 當年他們是怎樣做報紙 跟現在完全不同 真是很複雜的那時事 是的 那時是要執字粒的 我小時候都參觀過《華僑日報》 學校帶我們去參觀《華僑日報》 都發覺執字粒是很難的事 因為這些字粒真的很小 又要分大小 又要排版等 所以我也有些奇怪 劇情說呂琦可以進去 立即幫忙執字粒 不需要受訓練 就變成了很聰明 很聰明 很快上手 提到電話 其實那時的電話真的要用電 我叫他有個插鬚插著電話 跟我們現在用起來很不一樣 還有我記得小時候 看曾慶榮先生教學那些 教我們要製造一些工具 他經常教我們電器壞了 第一件事是甚麼呢 看看有沒有插電 就不要弄那件機器 看看有沒有插電 或者如果插了電 你都要拔走電掣 然後才好好修理 那就安全一點了 所以那套劇裏面 都是有點不明白 為何發現電話不響的時候 或是看有沒有使用電子 我記得我小時候 這種電影和電視劇 利用電視性 即使他沒有打到電子 對方說 就是聽不清楚 或者是閉嘴線 主角一定是不斷 nac 黏外面靠的小朋友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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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我自己小的時候曾經試過 其實真的是不會盡 keinen 你可以這樣說話 你會劈破別人的《ственно行》 我可能當時是�뽕歷年代的電話 知道접手嗎 是否按多幾次 就可以接電話 roz 但是破你的年代的電話 是否多按幾下就可以接通的電話 其實美國的電話和香港和新加坡不同 都不是插電的 因為美國的電話如果沒有電話 電話還可以使用的 哦 所以跟電話 我不知道跟什麼有關係 我這方面什麼都不明白 但是美國的電話真的沒有電話 你可以打搞搞搞搞什麼都可以的 所以不是靠電的 應該是靠電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不可以這樣插 不太容易 所以如果這部電話在美國拍攝 不可以有這樣的條件 其實你說起來也是 我們小時候的家 就算家裡停電 電話也是響的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時候小孩子也有問過 其實因為是不同的電源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要肯定你家裡 就算停電 你要喊救命的時候 要打電話 找人幫忙 電話都可以幫到你 那是不同的電源 可能在釋迦波 所以 不是 我猜是跟女期有關的 因為她是編劇 如果這樣做 就方便很多 就是可以說到劇情下去 一定是編出來的 不是真的 我明白 現在終於解開了一個謎 終於 其實 呂奇除了說 在這個戲裡面 做到她是一個大學生 很勤力 一個人做三份工之外 也有些劇情 是說到她好好伸手 包括說 在接近尾那段 她為了要救陳寶珠 要打到壞人 就自己用刺光 刺光跳 就升上天台 就可以對付壞人 壞人 壞人逃走了 然後她又在天台 凌空地跳下來 還要凌空地打到壞人 我想都是要編排一些劇情 顯露她的新手 給觀眾看 如果呂奇在電影裡面 不是千人 什麽都會做 那她不應該愛上陳寶珠 陳寶珠不應該愛上她 是嗎 她們是理想的情人 她們什麽都會做 亦都顯示她們 真的很互相愛對方 所以就算很危險的境界 她都會自己單人拍馬廠 進去救陳寶珠 還有 還未結婚 住在一起 都不會發生任何關係 她們真的很聰明 很受禮 很受禮 不錯 好 其實這套戲 底體的地方 除了有很多歌舞之外 有真產 有歌舞 還有很多文藝的劇情 包括我印象最記得的就是 最初的時候 呂奇看到陳寶珠那雙手 很漂亮 當然是一雙肉手 不斷地讚揚那雙手 用了幾場蝙蝠 直到影片後半部分 就是陳寶珠因為要去工廠打工 才可以幫呂奇交學費 等於完成學業 因為工廠打工長久了 所以那雙手就變成爛手 爛了 很感動 陳寶珠覺得很羞恥 這雙手已經不是你以前看見那雙肉手 如果我將她稍有淺度 就是這雙偉大的手 創造出來的 整段對白其實是很文藝的 如果現在這段對白 叫你告訴你老婆 我想都需要很大的勇氣才可以再說出來 但是這些就是當年 我想那些文藝片是需要的元素 其實我覺得這種電影什麼都有 所以有些文藝戲是必要的 有歌舞 有打架 好像一個自助餐 你想吃什麼都有 這裏真是 真是配合觀眾的要求 所以那些十多歲二十多歲的靈妹 她們最喜歡看一個很理想的 很Romantic的愛情故事 所以尤其都是她們心目中的 好男朋友好丈夫 好像陳寶珠是理想的女孩 所以有文藝戲是很重要的 還有這個文藝戲是否令到她們的感情更加浪漫 一定是 一定是 還有我想當年的觀眾是很接受這一套的表達方法 另外這雙手 我看到除了中間的男女主角之外 都影響到結局 因為到最後她弟弟都因為這雙手 而陳寶珠才叫作得救 當弟弟看到姐姐本來的雙手很漂亮 為何現在變成一雙爛手 因為看到那雙爛手 所以她自己懺悔 後悔她對姐姐所做的事 設局陷害她 所以最後她也改邪歸正 就去救回姐姐出來犧牲了自己 所以這雙手也挺厲害的 開頭 中間結尾 起承轉合都靠這雙手串連了 絕對關鍵 這是我最欣賞的地方 雖然自助餐 但她也有些東西弄一弄拖的 相對是好 對 愛你無盡觀拜佬 接著我們繼續說一下 我很想說一下裡面的歌沒有場面 Paul 你有沒有特別介紹 因為你對歌很熟悉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一套戲裡面的歌 原本是四十年代的國語歌 是完全改編了 所以你對歌詞不同 還有演奏的不同 所以譬如這套戲的主題曲 就是《阿朗要春日風》 原本是四一年上海的時代曲 是北洪在天洪的洪 北洪它唱的 那五七年在香港 遙文是重新寫的 是它改了個名 原本的名是 《阿朗要春日風》 那是四一年的名 那五七年 由遙文再寫的時候 重新寫 它改了個名就是 《阿朗要春日風》 而且是請吳恩恩 由上海來香港錄音 所以它也是出了一場片 那兩年之後就是 1959年 新華電影公司又拍了一套國語片 《阿朗要春日風》 是中情製作的 但這首歌是 尤文的妹妹 要來 是他唱的 所以 再過十年 呂琦就是用這首歌 做主題曲 但是 雖然套戲叫《阿朗要春日風》 但是 陳寶珠唱的時候 他們沒有用這個名字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即是重新再改那個詞去 是 但是用歌的名字 做電影的名字 但是套戲裡面 這首歌不是這個名字 明白 還有什麼歌 你是印象深刻的 另外一個歌舞場面 陳寶珠唱的一首歌 是套戲裡面叫《深星記憶》 但其實是 四十年代的《花樣的年華》 原本是周旋唱的 是一套在香港拍的國語電影叫《長生思》 那個年代 就算是香港拍電影 但是上海錄歌 所以這個《花樣的年華》 再過了幾十年 就是王家瑋拍《花樣年華》的主題曲 所以這首歌都有很豐富的歷史 真的很經典的一首歌 《花樣英文針》 薪封 聖誕著我女人 忍耐彩的歌曲 有另外一首國語歌 就是春寶珠唱 就是一個聖誕的歌舞場面 我知道原本是40年代的國語歌曲 但是我真的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很頭痛 我不知道什麼名字 我希望有觀眾看 如果他們知道 請你們寫 因為很頭痛 原版國語版本的名字 我們都不知道 高手在民間 我們請觀眾 如果你知道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但是寶珠姐唱的那首廣東話版本 其實我們知道的名字 名字是什麼? 聖誕聯歡 沒錯 就是聖誕聯歡 這首歌也好聽 是吧? 還有很多的歌舞 最特別的就是不知為何你唱一唱 即是你走出去唱歌唱一唱 那些嘉賓會抬起你 這個場面也挺有趣 除了這首歌之外 另一首歌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工廠妹萬歲》 《工廠妹萬歲》 《工廠妹萬歲》 你有沒有印象《工廠妹萬歲》的歌嗎? 其實這首歌其實我原本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這個場面我覺得真的是 這套戲的經典的場面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因為《工廠妹萬歲》他們跳舞和歌詞 真的表揚《工廠妹萬歲》 我覺得有點像60年代文革時代的那些人版戲 但是《工廠妹萬歲》是很羨慕的 不像大陸那些年代 所以其實是香港版的人版戲 所以一方面是表揚《工廠妹萬歲》 另一方面這些《工廠妹萬歲》真的很漂亮 還有他們的髮型 他們的化妝 真的很羨慕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是 其實那首歌我們叫MV 現在的MV 也是拍得很有趣的 在一個宿舍裏面 錄架床 大家看到什麼平時用的物品 就用來做道具 用來跳舞 包括雞毛嫂 地拖 其實這首歌很熱鬧 帶起氣氛很好 其實整個場面就是證明《襯寶珠》的影脈 很多是工廠妹 很多工人階級的女生 很喜歡襯寶珠區 是她們心目中的理想的姑娘 絕對是 因為六七十年代 香港的經濟 有很多人其實都在工廠那裏做事 是謀生的 包括我媽媽也是 我媽媽也是工廠 但我媽媽當時年紀不能叫工廠妹 就是工廠阿姨 另外我記得我的姐姐 放學後都要去工廠幫忙做事 即是兼職地找一些收入 就算是我們的男生 家庭很小 都要去工廠那裏幫忙拿些膠花 或者是那些膠的玩具回家 是貼一下 弄一下 賺一下幾元 那些外販賺 那年代是很流行的 即是 由六十年代開始 可能五十年代開始都已經是這樣 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這樣 在香港 是經濟之處來的 有時數交易 其實這個場面的經濟性 如果你看一下 那就是1969年出版的 他們又出了一個宣傳紀念冊 封面照就是這個場面的劇照 但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陳寶珠不是這張照片 封面照片的主要人物 他們是用了一個圖帽的人 他不是套戲裡面的任何角色 他好像有一句對白 還有他的名字都沒有出現 是演員表 但是他們選了這張照片 做紀念冊的封面照 我覺得很奇怪 是很有趣的 你說的那本紀念冊 就應該是說 這套電影上映的時候 其中一個宣傳物品 就出了一本書 就是一本紀念冊 是嗎? 是 其實是 他們人冊的很精緻 因為裡面都有些材色照 當然有黑白照 所有的歌 那些歌譜都有 還有 還有 陳寶珠 他自己設計的那些時裝 都有他跟龚粉紅 切蛋糕的照片 什麼都有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一個紀念品 我猜當年是很受歡迎 尤其是東南亞 在星馬肯定有很多女生去買 你不要說當年受歡迎 現在也受歡迎 幸好你提供了一本給我們 因為根本是找不到的 已經太罕有了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真的很難得 是很難得的 是很難得的 好 還有哪首歌你想說一說 Paul 有沒有 另外關於這些歌舞場面 有些是真正的歌舞場面 是在舞台上發生的 但是有些是作夢 那些是幻想的 好像呂其和陳寶珠 他們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陳寶珠 他的幻想對於他們的未來 所以變成一個歌舞場面 不是在舞台上發生的 是 即是他幻想自己 希望將來的生活是怎樣怎樣怎樣 而且很有趣 所以他們兩個人 都是分在一間房間裡面 但是很受規矩的 他們兩張廠 不單是兩張廠 但是中間都掛了一布簾 所以不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們還沒有結婚 但是其實這個橋段 原本是1934年的荷里活電影 一夜風流 It happened one night 裡面都有男女主角 女主角是一個很有錢的千金 那那個男主角是做一個記者 那記者為了幫他去紐約找他的男朋友 他是為了為了有特價新聞 特價訪問 但是他們是要組在一起一間房間 所以為了保持清潔 他們都掛了一個暴鏈 那20年之後 其實這裡是很受歡迎 全世界很受歡迎 而且拿了奧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編劇 最佳藍類主角 那男主角就是Clarke Gable 就是聯繫家人的男主角 Clarette Colbert現在沒有這麼出名 但是他都拿了最佳女主角獎 所以這部電影的影響 真是很深的在全世界 那20年之後 香港有拍了一部電影叫《長》 裡面都是用這個橋段 那我猜呂琦大概沒有看三四年的電影 因為他年輕一點 但是他肯定看了五六年的《長》 因為很受歡迎那部電影 那十幾年之後 呂琦就是用這個橋段 是這部電影 但剛才Paul說的那套《長》 其實也是一套很著名的漁場片 由李青、紫羅年和王愛明主演 雖然橋段都是用一塊布簾 分開兩張床 但他們的故事就很不同 《長》的故事是說 兩夫婦因為有些不會吵架 所以要分開睡 然後用一堂布簾隔開他們 那部電影當年應該是受歡迎的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都可以播給觀眾看 一定有機會 這套我們都有的 我們都可以盡快安排這套 相片給各位觀眾欣賞 好 講一下聖誕事 這套劇裡面除了有聖誕歌 有聖誕派對 其實我想問一下Paul 六、七十年代你也是一位現代青年 肯定 那時候你是不是和那些時髦男女都經常開派對 BBQ 這些是你當時的青年男女做的日常來的呢? 我不是 我絕對不是 其實好像我剛才說的 我們是猶太人 所以我在家裡不會過聖誕節的 我爸爸媽媽不反對 如果我和朋友在外面過聖誕是可以的 但是我住中西部 所以很冷很冷 所以都不會出去 又有什麼 BBQ 什麼 太冷了 有下雪 沒有的 夏天 你會不會去派對 夏天 其實都很好笑 我是靜靜一點 我是讀書的 好笑會去派對 我不是女企 我這個年代就已經不流行派對 不過比我大小小大幾年大十年那些 都跟我講話 他們那時候年輕人怎樣開派對 因為以前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用缸管的 節省電 也不會這麼奢侈 有些燈飾在家裡 但是你用一支缸管 開著缸管跳舞 就很老套 沒有氣氛 那些哥哥姐姐是怎樣做呢? 就去文具店買的那些彩色的玻璃子 有綠色、紫色、紅色 它就包著一支缸管 然後開著缸管 就變得很有氣氛 不完綠色了 是的 車廂突然就不完綠色了 所以不要小看年輕人的智慧 是不是你家裡就變成一個discotheque 就像discotheque一樣 我就像你一樣 我家裡全家人都是 小時候只可以讀書 就沒得玩的 這些就是我的朋友 其實是 給我長大的朋友 事後告訴他們 那些有錢人 叫做有錢人 在家裡開派對的時候 是怎樣去做一些裝飾 等等 其實我最初來香港 我都覺得 香港那些聖誕氣氛 都很濃 所以套戲裡面都有一些 香港的鏡頭 那些實景拍的聖誕的鏡頭 我覺得都很有趣 是的 這個就是講到 裝飾 聖誕裝飾也很重要 這套劇裡面其實 都有幾長的鏡頭 是拍了在當時 中環的聖誕燈飾 為什麼認得出是中環呢 其實因為有個 舊匯豐大廈 舊匯豐銀行總行的大廈 有個鏡頭看到 然後一拼就拼過去對面 對面就是王校像廣場 最特別的地方 你有聽過幾句對話嗎 哪句對話 他突然說 12點了 12點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原來那些燈飾是會關掉的 多其事 現在當然不會 現在我們有些年輕人玩通宵 真的派對 而且那些燈飾也是一直開著 夜晚也有地鐵 沒錯 跟以前真的很不同 現在這一代幸福很多 但願 每一天都是聖誕 每一個聖誕 都好像今天這麼快樂 彩華 多謝你 賜給我一個 有生以來最快樂的聖誕 這番話 應該由我講才對 今天很感謝Po 繼續跟我們分享很多語語場面的東西 各位觀眾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 還有繼續留言 讚好 還有記得要分享給身邊的家人朋友 讓他們了解多些不同語語場面的知識 還有欣賞很多以前這麼精彩的電影 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好啊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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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